这是二月份的吗 这是二月份是术前的 术后是一个五月份复材 八月份复材 十一份在这手机上面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二月份的 术前的派特吗 是吧 这个派特 你看这里根本干干净净的 没东西的呀 然后也切 也就是切了一块 淋巴结 看到吧 这是二月份的 我看你后面 他怎么突然直接就冒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想他为什么 如果谁都能想清楚 这个病就完全都治好了吗 因为他有一些种子 会藏在血液啊 淋巴管里的 我看一下 这是二月份 这也是二月份 这都是二月 刚开始一开始发现的 这是二三年五月份 五月份都好的 对 棺材就半年复材 就突然 那还是八月份有一个 那还是有问题 你看这五月份 都是干净的 凉起雄在吗 下来是八月份 对 我知道 五月份种个都是干净的 看到吗 这上场这卖主动卖 这气管这里都是干净的 凉起雄 有本来是一副 我看看八月份 这是八月份 八月份 也基本好的 有一点点 一下子就 不是不是 在门子 八月份有一点点 这有一点点 好吧 八月份就已经 有一点点 就再长大了是吧 就有一点点 八月份我新冠也养了一次 养了吗 养了八月份养了 养了之后十几天 养了然后发高烧 又咳嗽了几天 反正是八月份 基本还行 基本上是 跟五月份那些还好 但是你看这个月就 这个月就明显的 你看这个嘛 就这个 这也太快 就是突然它就 这两个啊 看到吗 不是 这是白色的 都是血管 看到吗 就这一块 这一块 你看之前 这个是 这就是血管嘛 这里都是 基本是没有的 就是八月份 所以就是 问题应该就是 八月到十二月之间 除了 十一月份 每天接通小孩 有影响吗 今天都是吹风啊 没有 所以大的可能 还是有问题 但是呢 因为你是 哎呀 就是很奇怪 很罕见会这样 是啊 我 而且还这么短时间 我也在吃药 是不是要 减半是有问题啊 就是也有是 也有可能是减半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真强 跟干干净净的 这是白点 就是血管 看看这不是 一个点一个点 血管嘛 这个 这里没有东西 这个地方是 干干净净的嘛 你看这个地方 就出来了 因为你之前 是吃了半量的 对啊 现在改成全量 全量啊 全量 我们再过一个月 这是十二月六号 上次是 你现在改了没有 没改 我上次 上个星期 我问了朋友 他说 他说不用改 因为他没看这个 他没看保险分离 没看 不是 他看的还是这个嘛 这个 这个估计是有问题 他也没那么快 放到其他地方吧 现在 应该没那么快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就从八月到十二月 四个月 这个重隔 零八节就出问题了 要保险点了 就现在就做个派的CT 你就能确保 别的地方没问题 然后或者是 吃完要再做 吃完全量要再做 好不好 十多久 一个月嘛 一个月 不是 现在下一步 如果是转移了 如果是 一个月后 一副才这个小了 好了 那就问题不大了 就是接着那么吃 说明前面的药量不够 要吃不住 然后呢 如果是说 还是没用 说明这个新出来的 这个东西 它就是耐药的 那我们就可能要做 派的CT 可能要做 E-Bus来活检 再重新做基因检测 当然我不能确认 这一定是肿瘤 但是确实很少 只能靠这个药 吃了以后来证实了 好不好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那就要不就是直接 也是这样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突变的嘛 这种还有手术的机会吗 如果是个流 不要手术 就是你吃一个月 现在没那么急了 先吃一个月再决定了 该怎么治下一步 还有什么药 化疗 免疫治疗 放疗 等等 很多方法 但是呢 我先把这个药吃全量试一下 我先把这个药吃全量试一下